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了 我们讲到这个郑成功跟荷兰人对峙 而郑成功采用了招降的这个手段 他这个写信劝奎义要投降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 他的这个第二封信 这个五月二号 他一开头就表现他自己很壮大 说他的军队多强 因为有五月一号战争的这个 已经证明了 所以郑成功这个话就讲得相当的肯定 他说所以你们在水上路上都已经战败了 没有立足之地了 只剩下那个小城堡而已 这个小城堡就是热兰泽城 他说你只剩下这个小城堡 就像一棵要枯死的树 在战历不久就自己倒下来了 当然这时候翻译成这个白话文就变成这样 这个文艺文不晓得怎么写 但是郑成功的这个威胁过了以后 他的信马上一转 态度又软下来 又放得很软 而且表现他跟和你们 回忆你们这些被围困的荷兰人 有一种同理心 同理心 这个信是什么谁 说我的心是善良的 郑成功 郑成功说我的心是善良的 这很关心你们 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 都是生而为人 我不愿那么多的人被屠杀 我这心里 你们应该感受到 你们被俘虏的男女 有几个 已经被我释放回去 而且 没有一个俘虏被杀 对了 到现在为止 郑成功 还没有杀战俘了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的战争 也很少见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更主要的目标 热然遮成尚未到手 这个大家也了解 他的目的就是要拿热然遮成 不过 郑成功的话 有说了 他的信又这样写 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劝告 以后我不再写这一种信给你们了 你们就要顽强抵抗 致死我非出兵不可 届时 无论男女老幼 都会被杀 那就后悔不及了 这个中国古文有一句话 叫做无疑老幼 寸草不留 就是这个 所以郑成功的任何一封信 你都可以看出 他那个高潮得起 起起伏伏 他把你讲得 一方面讲得 让你好像放心 但是一方面讲得 又让你这个都会发抖 这样 这是五月二号早上发出来的 当天下午 郑成也再发一封信 要可以 今晚赶紧派一个 最重要又可靠的人来 我才认为你们还有归顺之意 否则我一出兵 你们就不要怪我了 而且声明说 以后我不会再写信了 所以光光这一天 就发了两封信 归须 我们说过 他最首先就派一个 无足轻动的人去带进去了 所以这一次他 归须是要很认真 他果然就立刻回复 不过归须的态度 软中带硬 他先说国姓也带那么多军队来 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就河南方面的出乎意料之外 不过从昨天跟今天的两封信 这个奎一确信 奎一说 确信有确信 殿下 奎一这时候称 称郑成功是殿下 因为郑成功是封原平王 所以是把他当作一个prince 就是一个王子 一个王 所以他就称他殿下 这殿下无意来跟我们为敌 我知道你不是要跟我们为敌 相反的是要来和我们保持和平友谊 这是我们所欢迎的 我们的声明 我方所要的不是别的 只要跟殿下保持和平而已 和平的话大家都会讲 所以当晚 马上当晚 这个就派他的秘书 就把信带去 而且都还交代说 明天早上 我们还会派代表 要去 这个 夜见殿下 要去拜见这个郑成功 这个 大家知道 这才有五月三号的 双方的会谈 这个时候郑成功还在围 这个赤坎罗 大家知道 我们就说 所以他一方面围赤坎罗 其实一方面 就不断地在跟这个 在热南车城的 这个奎一 就一直在 在negotiate 在谈 所以五月三号 国庆罗 这个 觐见国庆罗的这个秘书 这个 他不是昨天 这个派 奎一派一个秘书来了吗 但是 这个五月到第二天 五月三号的时候 这个 国庆罗又写 第四封信 第四封信 给他 给他这个 给这个奎一的秘书 带回去 带回热南车城 这个 国庆罗再次强调 这第四封信 他再次强调 他来台湾 不是要抢取豪头 只是要收为 这个 这个 他的父亲 就 郑志龙 的这块土地 他说这块土地 现在就属有的 是吧 他同样还是在把 这个 说这个土地 是借给公司的 借给VOC 这个 所以 VOC没有所有权 所有权在我们这一边 在郑志龙这一边 是吧 同样他也是一样的 把以前恫吓的话 再说一遍 而且他一再保证 我所写的 所说的 可令举世之人 证实我的诚信 他就说 我说过的话都算数 算数 所以他甚至在这信里面 也讲 你们 把我的承诺当作证据 把信保留下来 所以 你看这郑成功 这显得 开诚布公 他好像 颇开心 心肝 心肝给 这个荷兰人看 我是非常一个 诚恳的人 这 那我们看看这个 因为这个 5月3号的这个特使 其实特使团 有好几个人 他们其实是带了 可依的信来的 这个 特使团所讲的话 其实就是代表 热兰这层 可依这些统治者 和那个议会 这个要讲的话 对吧 而大家就知道 这一次的这个会谈 这是在 郑成功的军营里面 郑成功这时候的 这个军营 是在 差不多今天的 永康那一带 就是在 台南市 那个 赤坎楼的 这个东北边 那一带的 那一带 那个时候都 还是 有 这个 很多的 这个小山丘 郑成功的 这个军营 军葬 就是搭 搭在 那个小山丘上面 所以这个 这些特使是从 这个 安平这一边 渡船 这个 上岸 因为上岸就很靠近 那个 赤坎楼 这个 我们讲过赤坎楼 靠近海边 那再来 再走到这个 山丘上去 那这个 这里面有 有翻译 荷兰方面 有个翻译 当然 郑成功这边 有中国人的 也有翻译 对吧 这是 大家知道双方 这个会谈的话 都一定 不同语言的 一定都有翻译 而且都会 自己带翻译 荷兰的 这边的翻译是谁 就是 那巴帝尔 这个 在以前的中文 给他写成 叫做 把鬼啊 把鬼啊 叫 把鬼斩 把鬼子 这个 你看 那个 杨英的 重生实录 这个 他的 这个 这个原文的 篇里面 这个就是 巴帝尔 叫 把鬼啊 是 巴帝尔 巴帝尔就是 火枪队的队长 五月一号 已经战死了 但是巴帝尔 在台湾很久 这个 他的大儿子 大儿子 是这个特使团的翻译 他的大儿子呢 这个 中国话讲得很好 所谓中国话呢 就是闽南话 就是台湾话 这个讲得很好 所以呢 这个 他们带的这个翻译 就是巴帝尔的 儿子叫 叫做 威廉 好了 那我把这个情形 这个交代清楚了以后 那就看看 这个特使团 所宣 宣示的 就是说 他们这个 陈述 他们这个 荷兰这一方面的 意见是什么 他说 这个 我们是要维持 双方的友好的 但是抗议 国姓也 这个先前 不曾有过 任何公开 谴责或宣战 甚至没有 任何 合情合理的抗议 居然攻击 东印度公司 在此的土地 并要求我们 献出 城堡和全部土地 你看 这个 荷兰这一方面 大家知道 这个谈判双方 这个 大家心知肚明 自己都有目的 但是 你这个话怎么讲 你话怎么讲 你就是 多 多强大 你也不能说 叫对方 你就投降 或怎么样 这个都不是 不是谈判之道 谈判之道 不论强的一边 或是弱的一边 大家都要 讲出一些道理 这也是 国际谈判之道 的一个 最基本的规则 你要讲道理 你看 河南人现在被围了 他们讲什么道理 他们怎么样来抗议 这个国姓 对吧 你 你这个是来包围 我们是 非常突然的举动 你来攻击我们 非常突然举动 你原先都没有 大家知道 这个国姓 这个以前我们讲过 国姓要来 打台湾 以前 他给河南人的信 就说 我就是要跟你们 做生意 这个 你们有人 这个怀疑我 要来 这个 拿台湾 你们完全都误解我了 这是 在前一年 就是这个 他是1661出兵的 在1660的时候 他的信 给河南人的信 就一再讲 对吧 我是要跟你们 贸易的 我绝对不会去打你们 这个我们 都讲了 所以这个巴达维亚那一边 就是 抱这个态度 所以说国姓也本来就是要跟我们和好的 你这个 热兰之城 你这个 魁一你们的神经质 你都觉得他要来这个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大家这个情是这样 所以这个 现在这个魁一他们就讲 以前都是要跟我们做朋友 你从从从没有谴责过我们 从没有说要宣战 对不对 你也没有对我们有什么抗议 合理的抗议都没有 你怎么突然就翻脸了 对 要来打我们 要抢我们的土地 要抢我们的城堡 讲道理 讲道理 这个是谴责郑成功的突袭行为 也是谴责郑成功 你根本不是英雄 对 而且是质问他 师储和平 对不对 你有什么名义来打我们 对吧 而且他还说 你要先告知我们不满的理由 而且要提出主意平息纷争的条件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郑成功怎么回答 好 我们休息一下 请大家等一下回来 好 观众朋友 大家再回到这个台湾的觉醒 那我们说了 这个在谈判桌上 不论你实力有没有 但是在那种场合 那都要讲道理 尤其是弱势的这一边 更需要讲出 让对方 这个所谓哑口无言 这样 当然有的人就说 最后还是实力决定 这个我也承认 最后还是实力决定 但是如果一进入谈判的话 这个是绝不能少的 所以谈判本来就是有责冲 当然未来的情形怎么样 我现在也不做预言 但是我们是讲过去的历史 你看荷兰人这边的这个表现 他这责备郑成功突袭台湾 他的责备有道理没有道理 这个你可以冷静的看一看 所以他们说 他们就是对国庆也讲 这个你总应该要先告知 我们你不满的理由 对不对 那我们才能够谈 而且你提出你的条件 你不满的条件是什么 对不对 你现在你什么都没有告知 也没有提出什么条件 就用打的 这当然 郑成功很显然是理亏 对不对 所以他们还特别讲 对这个特使又讲 我们台湾长官虽然接过你的几封信 但是我们的长官不了解 他是哪个地方引发殿下不愉快 所以要求国庆也把他的真正的信的实质的真正的意识要说得更明白 当然了 荷兰那一方面 其实他们也知道国庆也要什么 但是外交辞令总要这样讲 不过 郑成功的回答倒很干脆 东印度公司 你们东印度公司只有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对人友好 一旦情形 一旦情形 一旦情形转变 这个友谊 瞬间就消逝了 会毫不犹豫的施加毒手 郑成功真的也是拆穿荷兰人的假君子的面具 所以他又说了 国庆也又说了 他不必为自己的行动提出解释 荷兰人逼他要解释 他回答很干脆 我不必解释 事情到这个地方 无需隐瞒 很豪爽的说 我是为了持续和达旦人 就是满清 达旦人打仗 占领福尔摩杀 乃是明智之举 郑成功就是在这个谈判里面 把他真正的内心的话说出来了 就是要反清复明 这里就是当做根据地 这才是郑成功真信话 我们也一再讲过 他对部下就是这样说的 对吧 虽然是老调 他还是要冲谈 他还是说 这个岛域一向就属于中国的 物归原祖 现在呢 所以他还是威胁 他还在照样讲一遍 对于国庆域的这个土地的主张 荷兰人当面提出他们的主张 我们上一次 我们都有够分析 我们是从中文文献 各方面来做分析 但是我们看 当时或者荷兰人 提出怎么样的主张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这些特使当场提出意义 不同意 他说福尔摩沙不属于中国 而是东印度公司所有 因为公司以前和中国大臣 这是明朝的时候的 中国大臣定有正式契约 以撤离澎湖群岛来换取福尔摩沙 因此国庆域对福尔摩沙 既无所有权 也不能提出任何领土主张 这也是我们看 在郑志龙以前 就是166263 以前的这一段的历史 从河南那一边的记载 因为福建那一边的 这个福建巡抚 就是明的官员 不准荷兰人在澎湖那里 建城堡 所以他们说你们可以到 东方 东边的那一块岛上去 而且他们说 那个地方 他甚至于荷兰六有记载 这个巡抚 说我可以帮助你们 这个去那边 所以这是荷兰人这一边的 这个的收辞的根据 所以这个 当然我们今天知道 这一种双方会谈的这一种情形 这个主要是根据 荷兰在他的那一本回忆录 就是被遗物的台湾 根据荷兰的被遗物的台湾 这个 当然了 这个 我们说 这个荷兰的书可信吗 事实上 你可以看他 对于这个郑成功的描述 或是态度等等的 那我们会发现 其实跟郑成功 写给奎毅的信里面 有很多都是非常相一致的 所以没有什么扭曲 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 他的这一段的记载 应该还是平时的 可以当作史料来看待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收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